同样来看看我们的听友陈荣荣 他想起来跟阿波老师 有关这个酒造 能不能做液态肥发酵的制裁? 在论上来说 所有的东西都能做 你要做液态肥的 这种要做法杆 我相信都可以 不限制是什么样的 这个东西 就是说我们在做液态肥料的时候 东西越复杂越好 比如说 放一些好料的方法 我个人是用米泡 因为米泡的配颜 威他命B的含量很高 所以这种东西在做出来的时候 是这个胸 它的效果就很好的 就是说它在根性的生长 各方面就有这种好处 像酒造来说 因为已经发酵过 发酵过去的时候 它所剩下的一个养分 会有某些部分的局限 所以你如果单独用一项 我个人是不说很推荐 你可以橄欖几项 用一些鱼精 用一些鱼 是什么样 类似这个 不一样的 我医生的功用 不一样的这些东西 让它更複雜 淡白 这样来做这个液态 是我们给你的建议 如果你说 我刚才用这个 鱼要做 这样才可以 我觉得应该也没什么要紧 就是说很多这些东西就是 你开那些钢下去的时候 做出来这些东西是不是有那个效果 有的说 环境就好玩 不然要怎样 那这样我也没话说 有时候我们在政策的时候 无所谓而来的时候 哇 那真的是做得很快乐 就是说 我做有稀好 不稀好 我做这些东西 有好 没有好 我就做 做痛 这样 做就痛了 什么叫做痛 是不是这样 做就痛 你就有在做就好了 但是在专业上的栽培的时候 你一定要算你自己的这个时间 你要算看说 一天我可以做多少工作 我如果去并家的工作的时候 有这个效果吗 我如果是说 要效果较好的时候 我要挨 我并并 到这个这个时间 可能就是这个 十二点钟 这十二点钟 我是不可以用 更好的这个东西 还是怎样 这你就自己可以去盘算 你如果说我做气渐 那个也没有关系 所以就好你做参考 没有一定的答案 我个人是都建议说 复杂一下 清除知道用 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这个效果会比较好 好